《遊流的花量超尾》 Twins的阿莎、蔡卓妍主演電影《金手指》 因為精彩的劇情引起影迷們的熱烈討論 建議主演們出席 網路直播宣傳活動時 阿莎負責打電話給新年觀眾 並送上新年祝福 而對方接到電話聽到阿莎自我介紹後 質疑這是不是AI語音 並警惕地表示該不會是詐騙吧 對此哭笑不得的阿莎 耐心地解釋自己是真人 並呼籲對方到電影院支持金手指這部作品 對方才欣然答應 沒想到這時坐在一旁的劉德華 開口提醒該名觀眾 電影的上映時間 對方竟然馬上掛斷電話 讓眾人直接傻眼 觀眾會有這樣的反應 可能是因為與阿莎本人通話的機率 已經算是非常渺小 同時還出現劉德華聲音 實在是太不可思議 難怪對方會直接掛斷電話 在雷河中 合作者 發生 在雷河中 全人民分比 雷河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